Timsy的习俗都会吃韧饼 张花路港一家传统手工韧饼店 今天一大早就大排长龙 有人甚至等了三四个小时才买到 而虽然店家从早忙到晚 不过他们也希望能够把传统的好滋味 继续传承下去 老板熟练的拿着面团涂了一圈 像纸一样薄的韧饼皮 就这样碾在铁板上 这样的功夫可得经过七年苦练 才能做出又薄又Q的饼皮 因为恰逢清明节 店门口一大早就吸引了大批排队人潮 为了避免供不应求的情况发生 店家特别张贴公告 每个人限购一斤的润饼皮 有民众特别从早上六点就来排队 虽然等到十一点才买到 但也直呼只得了 清明节应景吃润饼 传统老店受到顾客青睐 虽然店家从早忙到晚 但他们更希望能够把传统的好滋味 继续传承下去 联合报郭宣问张华报导